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来自爱特精英的姚依杰老师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雅思听力Section 1部分的解题 老师,听说Section 1蛮简单的 要不你直接跳过Section 1来点有挑战性的吧 大锤呀,不要眼高手跌 Section 1部分呢,其实看似简单,但其实陷阱超多的 很多同学在这个部分还是得不到非常理想的分数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一下Section 1部分这个地方怎么考的 以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策略去答题 我们先来去看一下Section 1它是怎样一个场景设置 它呢是一个生活话题的咨询 生活话题大家比较好理解 就是我们讲到一些接地气的衣食住行 所以比如说大家怎么样去找到房子 然后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出行 或是你怎么样去报名参加一些活动 我们听到内容是日常一点 好,那么咨询场景的话就是说涉及到两个人 一个的话呢就是大家考生的角色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到了本地之后去问当地人 说啊我想参加活动,我想要选择房子 好,所以进行这样一个对话 人家一边问你信息,然后一边去寄一张笔记 所以我们考生的一个任务呢就是把里面寄的这张笔记给还原出来 所以大家可以大致看一下这个部分 总结下来的话呢,整个时道题目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个人信息,就先登记一下同学叫什么名字 然后你有一些什么样的需求 完了之后呢才会讲到场景相关信息 比如说住房就涉及到很多房子的说法 然后出行就是有很多交通工具的说法 好,所以那今天这一节课的话呢 我们重点去讲一下必考点个人信息 好,所以大垂啊,你要想一下 个人信息通常有哪几个点呢 姓名,性别,电话,住址,身高三维 姓名,性别,电话,住址呢 这些都是对的,但是身高三维 大垂你是来相亲的吗 好,我们一本正经来看一下 这个人信息通常有哪些考点 首先第一个的话,刚刚大垂也提到了 叫姓名,那么这一边的话呢 我把它叫做名称 是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考的不仅是人的名字 也会涉及到说,哎呀同学你住在哪条路上呀 这个路告诉我一下名字 所以我们就写的是名称 那么名称这个考点的话呢 有些时候比较简单一点 比如说我们来听这么一个对话 说,What's your name please My name is Jan OK,Jan 好,那Jan大家应该都会写 应该是J-A-N-E 非常常见的一个名字 但有些时候呢也会考的比较难 比如说大垂啊,你要听下面一个名字 他说的是 My name is Janie Ball That's J-E-N-N-Y-B-A-L 好,你来写一下怎么拼的 老师,我拼好了 J-E-N-N-Y-B-A-W 不对,再来一遍 J-E-N-N-Y-B-A-L-L 哦,我听出来了 这里原来是Double L 我怎么感觉老师您的发音那么怪呀 好,正确答案呢应该是 所以大家听到的就变double loud 这样的一个发音了 好 类似的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 就比如说大家那个听好了啊 它叫做 My name is Alan Sutcliffe It's A-L-L-E-N-S-U-T-C-L-I-F-F-E 好 大春 你谢谢看 这个好难 但是我会 A-L-L-E-N S-U-T-C-L-I-F-F-E 老师 快夸我 好 大锤这边非常棒 正确答应该是 A-L-L-E-N-S-U-T-C-L-I-F-E 说明大锤对于double这一个联读 掌握的还是不错的 好 所以那以后同理可推 听到说double s应该是 s 那么double o应该是 double o o 那么double r应该是 r 这一系列的能理解吗 那么接下来比较常见的个人信息就是 age也就是年龄了 这一块呢考的会比较简单一点 同学可能会听到说 how old are you 然后说i've just had my 19th birthday 好 所以大家听到19 就只要写这个数字 nineteen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把它翻译成 nineteen这样的一个单词 下面一个的话呢 就我们说的occupation叫职业 那么我们在音频当中可能会听到说 what's your occupation 他想问一下你是学生呀 还是已经在这边工作了的 那么常见的一些词汇呢 比如说 I'm an engineer 那么engineer 工程师 I'm a journalist 我是一个记者 journalist 或者说I'm a receptionist 我是一个前台接待 这一系列单词的话呢 艾特精心准备了一个雅思听力的词汇库 那么大家可以来去参考一下 然后在这块地方的话 我就不赘述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个 叫做nationality 国籍 这个呢倒是要说两嘴的 比如说大锤呀 你来看看说 国籍这一栏 你会怎么填写呀 老师 当然填China 我来自China 我骄傲 我也很骄傲 但是你的分没了 但这边大家要当心一个点 就是nationality 它国籍呢 和我们说的国家 它不是同等的一个概念 国家我们说是China 但是国籍 你得转换一下 叫做Chinese 所以以后大家听到说 它来自英国 对吧 说I'm from UK 那么它的国籍就应该变换成 British 对吧 如果它来自Canada 那它的国籍就变成了Canadian Canadian 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不要来去混淆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address 地址 这一个考点了 地址的话呢 我们拿一下 爱特金英苏州校区 这个地址 作为例子 看一下 苏州市工业园区 苏州大道西 119号爱特金英 大锤看一下用英文怎么样去表达呀 这个现金我知道 要倒着说 Elite 119 West 苏州 那么 亚斯汀利的话呢 它当然不会考这么一长串 它通常考的呢是中间我画线的这个部分 当然大家要当心了 这画线部分呢是由两个内容组成的 分别是道路名称以及是门牌号 这两者呢 缺一不可 要不然你这分数也没了 另外呢 你这个道路名称还得守字幕大写 所以这个细节点要把握好的 那么今天的个人信息的话呢 我们就讲这一些 但在做题之前的话呢 我还有两个点要跟大家交代一下 其中第一个点呢 我们叫做答案的格式 就很多同学 他section1部分 觉得内容简单 他把内容都听懂了 但他这个分数还是不高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答案没有符合 我们这边的格式要求 分别是单复数 大小写和字数限制 单复数什么概念呢 就是音频当中 如果你听到是schools 是学校加复数 而你去写了个school 好那你的分没了 然后如果这个大小写 大小写的话呢 名称大家知道都要大写的 对吧 就如果我叫什么Harris 那这个H是要大写的 所以我住在那个 Forest Avenue 那这个Forest的F也是要大写的 除此之外的话呢 如果这个答案 是在整个句子的第一个单词 也就开头的单词 那这个单词的首字母 也是需要大写的 好这个是大家要当心的 然后另外字数限制 呃字数限制的话呢 他每张表格上面都会有要求 比如说他如果让你填一个单词 那你千万不要热心 说哎呀我上面再加个形容词 我给他加就是就完善一点 但这个完善一点呢 考官也是不买账的 你还是得不到分数 第二个我要讲的注意点呢 就是内容的构架 在Section 1答题的时候呢 很多同学都会出现一个漏听的情况 主要是他对于这个篇章的结构呀 没有一个bird view 就属于只见其木 而不见其林的这种情况 好 所以今天我要对这个文章的框架 进行一个简单介绍 Section 1我们刚刚说过 它是一个咨询的场景 两个人 所以这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呢 会先来一个寒暄 就比如说 哎呀你好 我的朋友呢介绍我说 你们艾特呀 这边有很多课程 好 所以我进来咨询一下 好 然后艾特老师就会说 是的是的来 我来登记一下 你有一些什么样的需求 对吧 您孩子要读什么样的课程 然后说着呢 就把他的一个 呃 这个登记表给拿出来了 然后呢 两个人就开始 QAQAQA 开始问答问答这样的形式 所以通常情况 问完答完之后呢 就说OK 好的 接下来了 那下一个问题呢 啊 就是你的姓名啊 或者是你的年龄啊 之类的这一部分 所以整个框架 应该是非常清晰的 啊 那么大家到时候 听音的时候呢 应该是很有层次感 但是呢 在雅思听力考试的题目当中 他每一层里面 没有那么善良 他会给你设置陷阱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想说 哎 那你们住在哪里呀 我们艾特有很多个校区 对吧 我看看说 你接近哪一个校区方便 好 然后在他回答的时候 他会说 哎呀 我以前呢 住在苏州中心楼上 哎 但是苏州中心楼上 这个房价太贵了 所以我后来搬到了东环路 好 但是东环路呢 我觉得距离我那边上班的一个 距离有点远 所以我非常想搬到苏越的对面 好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就属于典型的 雅思听力题目 他又有苏州中心 又有东环路 然后又有这个苏越的对面 然后需要你来去 甄别出来 哪一个才是 我们需要填的这个答案 好 这就是雅思听力的特征 所以大家听到一个地址 不能够马上写出来 你一定要看一下 到底他是干扰项还是正确答案 那接下来我们来一个真题的演练 好 我拿到的是 见识 Tester 3 Section 1 这么一个真题 好 首先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标题叫做 Early Learning Child Care Center Enrollment Form 所以上面这个Center呢 应该蛮明显的叫 早教中心 Enrollment Form我们叫报名表格 Enroll这个词本身表示注册或是报名的意思 所以从这个标题上面 大家可以看出来 两个人的身份很明确 一个就是家长的角色 另外一个呢 就是机构老师 然后他们在交流说 哦孩子现在多大了 然后他需要一些什么样的课程 那么在做题之前 大家要当心的第一个点叫格式 上面写好了 字数限制 说的是 Write one word and or number 所以填单词呢 最多填一个单词 你不要多写 And or A number And or呢 这边存在这几个可能性 所以第一种可能呢 就是你只要填一个单词就可以了 一个one word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只要写一个数字就可以 然后第三种情况的话呢 就是一个单词加上一个数字情况 这三种情况都是符合one word and or a number 这样一个字数限制 好OK 那这个结束之后呢 我们来去看一下这个题目 Example部分 他给出了一个 Parent or guardian Carol Smith 所以就相当于说 她是一个妈妈来咨询 妈妈的名字叫Carol 不去管她 后面看一下 Personal details 讲到孩子的个人信息 那age是我们刚刚说的比较熟悉的 就是年龄 所以年龄待会儿你听看看 小朋友现在几岁了 第二题 Adress 什么road 这个题目出的还是很有陷阱 他问你的是什么路 但是大家告诉我说你只填这个路的名字够吗 那肯定不够对吧 因为路这么长你到时候怎么去就怎么去找人家呢 所以你除了路之外呢 你还要去标记好路上哪一个门牌号 这个是这边现金会 好 然后接下来第三题说 days in road 4 in road我们刚刚讲过叫做报名 所以报名要报哪两天呢 Monday and what 好 一个并列 就说明第三题的这一个单词和前面的Monday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星期 这么一个答案 对吧 所以待会大家只要听一下 星期一和星期几就可以了 好 那么因为时间问题的话呢 我们先来去看这三道题 我来放一下音频 然后大家把这个答案给记一下 Good morning Welcome to the early learning child care center How may I help you? Hi I spoke to you last week about enrolling my daughter for next year Oh yes I'll just get some details from you So you're her mother That's right And can I have your name? It's Carol Carol Smith And your daughter's name? It's Kate Now we have several groups at the center and we cater for children from three to five years old How old is your daughter? She's three now but she turns four next month I'll put four down because that's how old she'll be when she starts Fine She's so excited about her birthday and coming to the center Oh that's good to hear And what's your address? It's 46 Wombat Road That's W-O-M-B-A-T Woodside 4032 And what's the phone number? Oh it's 3345 9865 So have you decided on the days you would like to bring your daughter here? I'd prefer Monday and Wednesday if possible I'll check Monday's fine but I think the center is already full for Wednesday Ah yes Sorry it seems to be a very popular day We can offer you a Thursday or a Friday as well Oh dear I suppose Thursday would be alright because she has swimming on Friday Okay got that 好大锤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答案 第一个空是三 第二个空是四六 W-O-N-B-A-T 多谢老师提醒 门牌号46差一点就漏掉了 第三题是Thursday 大锤听得不错 三道题得了一分 啊 怎么才得一分 我明明都听到了 对啊 你听到陷阱了呀 那我们再来听一下第一题 How old is your daughter? She's three now But she turns four next month I'll put four down Because that's how old she'll be when she starts Fine 音频当中呢 提到女孩子 她现在十三岁 你听得非常准 那么她下个月四岁 但是老师说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 说 I'll put four down 那么put down这边呢 是write down 也就是写下来的意思 所以老师她记下来的是四岁 所以即便说小孩子 她现在十三岁 但是表上我们得听 好 那再来听一下第二题的音频 She's so excited about a birthday and coming to the center Oh that's good to hear And what's your address? It's 46 Wombat Road That's W-O-M-B-A-T Woodside 4032 好 那第二题这边呢 四十六是写对的 但是后面的拼写呢 是W-O-M-B-A-T 这个M和N给写错了 那么确实M和N很多情况下 大家都听不太清楚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用拼写的规则来判断 英文的拼写呢 它会考虑到发音的自然性和便利性 那么你看这边啊 M它是以B上双唇结尾的M 而B它是以B上双唇开始的 B 这样 所以这种时候呢 两个拼在一起 发起来就比较自然了 而如果 这个M写成N 我们就发成W-O-N-A-B-A-T 就很奇怪 W-O-N-B-A-T就很奇怪 一定要是W-O-M-B-A-T才对 所以这边我们总结一下 就后面如果碰到了 是双唇音 双唇音就顾名思义 是要两个嘴唇合作 才能发出来的音 有哪些呢 B 它是双唇音 P 还有第三个叫M B P 它是双唇音 那后面如果碰上这样双唇音 前面的 即便是N 它也通常会改成M 这样的形式 所以比如我们举一些例子 叫Import 就Import 叫进口 对吧 Immoral Immoral 叫不道德的 好 Embarrassed Embarrassed 叫做尴尬的 好 能理解吗 OK 那接下来我们去听一下第三题的音频 So OK Got that 好 那第三题的话 大锤听呢就非常准了 这边答应应该是Thursday的 音频当中一开始提到了Wednesday 但是他说Wednesday full了 就是满了 所以那换一天吧 那换一天呢又提到了Thursday和Friday 然后妈妈说Friday我们有一些 那个Swimming class 就有游泳课 所以那最终我们决定是Thursday吧 所以答案填Thursday 很棒 好 时间问题呢 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 那今天讲的技巧呢 其实只是亚斯汀令当中的冰山一角 那想要了解更多高分泌集呢 大家可以来到艾特精英 我是姚依杰 我在艾特等你